上午的十点五十四分 今天来看的是前新闻图 第备宾也是我的张沛三小姐 今天主持着节目 乐业城市开发的几人位 先来介绍备宾 卫生局我们三天见了两次面 非常有缘 前天我们才刚刚一起举办了 这个小学生的健康比赛 那今天是乐临营法族的开发 律用 所以卫生局真的 我事件这人老跟小孩 都都照顾到 好 再来我们也看到 新北市联考会 林春秀 林主委 您好 大家好 好 今天就过来就过来 我要介绍台湾腿软的代表 有邵光华总经理Steven Good morning 好 还有公众议务事业群 总经理专会员Vicky 好 今天我们看到行销期 运营事业群的总经理 鸡贝直芝 然后Yuki Nisabaii-san 好 欢迎来来来 好 还有开发体验经理 开飞宝事业部的总经理 刘念珍NZ 好 讲到这个照顾长辈这个话题 我觉得真的是一个非常甜蜜的顾客 好像以我自己家里来讲 我们家就有一个位同居好人 就是我先生有台最帅男主播啊 那个永康兄啊 他的外婆 那我们这位外婆今年高龄88 他以前都可以把地打点得非常好 三餐都自己煮 然后都弄得干干净净飘飘亮亮的 还每天同指甲油哦 那我们夫妻虽然主持工作那样烦忙 可是我们每天都会打电话给他请安 然后呢每个周末一有空也就是回去 给他吃吃饭聊聊天 可是最近我发现老人家状况不对 状况来了 比方说每天清晨四点半我就会接到他的电话 他打电话指要找我的儿子 也就是他最堂爱的孙子 就是我的儿子要跟他说说话 那为什么是清晨四点半 因为老人家白天跟黑夜搞错了 他以为是下午四点半 我的孩子应该放学了 那另外一个状况也让我有点担心 上个礼拜我带他去新店的一个市场逛街 因为夏天他需要一双凉鞋 他选中了一双鞋子 那我也跟老板娘 讨价还价都讲好800块钱成交 结果我们老人家急着要顾帐 他从口袋提出8000块 要给人家直接双凉鞋 所以我就明显的感觉到 那他可能是有点失智症的困扰 想要想办法后他去看医生 可是老人家又有名气 很怕从医院这种地方 进去以后就出不来 所以他到现在还不肯就医 因此老小老小各位都知道 很多老人家真的是越活 会越像一个小朋友 那家里的长辈 光靠我们这一代劳心劳力去照顾 其实是不够的 我们真的很需要更多的开发的软体 也需要更多的政府的支援体系 所以真的很谢谢新北市政府 很努力 老人也需要社交 对不对 你们推动了老人共餐 尤其天气热 一个人吃不下饭 但是大家一起吃 有共同的话题 胃口就打开了 那在这胃教那方面呢 我们也推动了动健康 尤其我们可以帮老人家量身定座 属于他自己的律动处方 还有这个民法大学院 你会发现老现在很多年纪越大的长辈 比我们年轻人 比我们小朋友还要好学不倦 那在印度方面 各位报告 新北市政府有全国 全台湾最多的公共拖劳中心 还有失智证的转席服务 这些都可以协助像我这样子的家属 稍稍放下重担 不要因为说你很孝顺 可是却把自己人本的生活都给毁掉了 那另外我知道你们还在推动很平价 然后CP值非常高的英华旅游 对不对 刚才讲到的这几点 新北市都是以长者的需求 作为出发点 全方位的打造一个高龄友善的环境 好那再回到今天的主题 跟各位简单的课报告 这一次呢 新北市政府跟台湾微软 洗手举办了一个乐林城市开发大赛 就是希望你通过我们微软的前瞻科技 来活用一下新北市的开放资料 我们能够对于乐林族的服务 有一个更有创意的模式 活动主要分为12344那阶段 自比较小配三小妹念答题 第一阶段叫做报名阶段 即日起就开放号名 到7月11号 7月11号为止 第二阶段叫做原型开发 我们会要求参赛团队 在8月15号以前 先来搅交参赛作品的开发厨型 那评审团会在8月23号 晚上6点钟在观望 来跟各位公布哪些队伍 认为一个第三阶段 好接着我们就看到第三阶段 这个阶段叫做加速成长 及人气票选的阶段 台湾微软呢 我会提供Microsoft Azure 这个平台 两个月 两个月的免费使用权 让参赛者呢 把他的原型 把他的创意 把他的概念 一些想法 在Microsoft Azure 平台上来应用创作 实际的作品 当然也经过测试跟修改 我们会要求他们要 缴交一份开发计划书 而且我们要同步来举办一个线上的人气票选 当然也是针对这个图案提到 你好不好用 我们也可以做一个测试 那最后呢 第四阶段 那就是当当当当 众所期待的总决赛的阶段 还有颁奖员里 也会在这个阶段来进行 参赛队伍 要求在10月17号 10月17号以前来缴交最终 也是以自认最完美的一个作品 那评选日当天 我们也会要求所有的赛赛队伍 每一队有10分钟 10分钟的简报时间 你要把你的作品现场做个demo 像所有的专家跟精英做个展示跟介绍 除了竞赛四个阶段的流程 我想很多美女朋友更好奇 那请问决赛能够入围的那个标准都是什么 同样是具备有四个阶段